网友咖啡零头没脚 感觉无伤大雅 没想到收到账单 吓出一身冷汗 确实影片引发热议 不少网友惊呆 直呼这是高利贷了吧 但也有人说 每间发卡银行计算不同 的确有可能以每较轻 来计算当月利息 只要你不是全额较轻 有遗留下上面的金额的话 那这遗留下来的金额 就会被记录所谓的 虚拟利息当中 影片中来讲一定是 要么就是有累积 或者是可能他是不知道 等了多少钱才出现这个金额 专家表示我国信用卡 罚定年利率不得超过15% 除非每个月都有 未缴清金额 就可能会收到累计 高额利息或违约金 另外连带信用也会被扣分 常见的扣分行为 除了欠卡费 只缴最低金额外 最严重的就是欠缴被停卡 假设已经被银行强制停卡 连针记录大概会多7年左右 等于是这个不明运的记录 要跟着你跟着7年 把握每个月账单 都有缴清能力就没问题 信用卡没有说明书 却是把双面认 用得好变财富 用不好不但成为累赘 还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信用破产 记者杨气豪分享 乔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